歌歌爸爸真偉大 妹妹背著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非蝶的下午 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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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吹著風 凌晨 兩點鐘穿西裝 大鈴代替著弄 我已經下班八個鐘頭 四年前來台北 以為是個冒險 可是每天的生活 一直衝破怎麼都沒有冒險的感覺 如果把他的生活快轉 幾間他不斷移動一路上 都會經過一間國小一間 加油站一間 綜藝針索一隻黃金兩隻雞娃娃 偶爾會認出兩個明星 或裝翻一杯咖啡追趕跑掉 倉促的有點好笑 彷彿被領帶綁住 往前一隻垃圾使他 仔細檢查 東西還是一直忘了 一直忘了 還是掉了 還是忘了還是掉了 累 就這麼在工作裡 跑著跑著 曾在某台行車記錄器裡 城溫摔倒個 稍微暫停 就吃飽了 繼續前往下一關 到傍晚慢慢慢慢下來 才能再思考了 問他最近怎樣 回答還是就那樣啊 反正他出社會也沒法再 怕出社退明天休假 想說在外面再多混一下 不然回家也是孤獨的案 重新整理 他好像 就這麼輕鬆甚至有點隨便的 來唱約會吧 讓我們手緊著手 不用分享秘密 來唱這歌巴巴拉巴 就這麼放鬆 甚至有點放鬆的 讓自己放個家 用你的想像力 跟我旅行 他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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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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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了一座低下道 又過了一座低下道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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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低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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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秒 都跨过以前 跨过的突发状况 渐渐变成了历练 他已经习惯遇到镜子 就练习笑脸 走出洗手间 他手线打开超粮食指尽 在生活中这斗铁 算是快乐的事情 听着旁边问讲说要换台 wish 比较有希望 在这间草上 他们快速特责便当 就这么轻松 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唱远回吧 让我们手牵着手 不用分享 迷你乱唱着歌吧吧啦吧 就这么放松 甚至有点放纵的 让自己放客家 woh 用力的想象力 跟我旅行 放假 放假 就这么轻松 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唱远回吧 让我们手牵着手 不用分享 迷你乱唱着歌吧啦吧啦吧吧 就这么放松 只有点放纵的 让自己放个家 woh 用力的想象力 跟我旅行 现在呢你放假了吗 还是这个周末你有放假呢 你放假要去约个会吗 你要跟谁约会呢 你要去哪里约会呢 过了一处地下到 过了一处地下到 过了一个路口 又过了一个路口 又过了一个圆环 又过了一个圆环 又过了一座钢架桥 又过了一座钢架桥 又过了一处地下到 但保再加上了黄界 这首歌曲就叫做放个假 你已经准备要放假了吗 还是你现在仍坐在办公室 但你的心情已经飞上天 就爱点你UFO 2点13分 今天是11月间几号 我现在在那胡了 我不知道几号 今天是11月18号 星期五 我是玛丽 哥哥不在家 一年一度好好放松自己 生日的时候跟家人度过 跟太太度过 哥哥他已经飞出国了 他现在应该在飞机上 希望他玩得开心 这个在只剩我一个人的 星期五 主管人传了个新闻给我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新闻是有一个人 去朝圣新北耶诞城 他傻眼 他觉得怎么这么无聊 一个网友在PTE贴文说 我上星骑去那个板桥远柏 跟国中同学聚餐 吃完之后大家就解散 剩我一个人等火车 我想说 板桥 耶诞城是什么啊 以前我没去过 我逛了一圈 好无聊哦 耶诞城有什么好玩的 有人可以给我解惑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耶诞城不好玩吗 因为他单身 因为他单身 真的耶 新北耶诞城真的是给家族 那种有小朋友 你知道看到学宝 看到那个 那个Elsa就会发疯的小孩 然后再给一些 没有什么人生重点的情侣去打卡的 单身的人 不需要去耶诞城好吗 好我们呢还是要平衡报道 单身的人觉得无聊 他可能真的非常有趣啊 这个我来看看到底 新北耶诞城有什么呢 11月19号明天嘛 明后天晚上7点到9点整点时段 府中广场有雪花飘落 让民众体验冬季的浪漫情怀 那也有人会去唱歌 比如说像19号会有淋漪 20号会有九九 魏佳莹等等之类的 就是也会有歌曲让你听 有看 有灯 有雪 这么热 我就看你们怎么想象 那个下雪的感觉 Opene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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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et there Opene up Opene up Let's get there 来自于雪人子的Opene up 那可能有一些布景场景可能 因为我像之前我记得有些灯式的回廊 看起来真的会蛮漂亮的 但是因为人挤人的关系 你真的如果是 比如说想去拍照或干嘛的 一大早也没灯 还是要 我也不知道那晚上点单点要什么时候 你那个要把后面的人披掉 应该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才能把人披光光 一样在六点泡一样的咖啡 其实早有雨梦 在适应多余的气候 其中一班车厢 灵魂缺空 今天的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吗 到星期五邀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有哪些这个礼拜你的喜怒哀乐 欢迎打电话给我分享 02-2363-9955 2363-9955 或是透过Telegram群组 来留下你的一周大事也可以哟 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 爱情 不过是一场无平身影 毫无欲情 下了又停 为这场雨不如先怪自己 一样在六点说不完的是非 等车都认真心空后 无缘落单在这街头 左骨右盘 却找不到方向 慢慢 我透过车窗 遥望一遍 遥望一遍 风云的模样 不想 随着霓虹说起雾 同时怕 耗尽不成 我仿佛练习 一个人的悠悠不犯 但谁见 或许有尝尝会为我歌唱 怪就怪天气 像个孩子不想搭理 不服气的吹散落一地 暖的头发 不想去整理 爱情 为何总来不及放弃 如果可以 简单放晴 怪这阵风不如先怪自己 不够壮丽的独白 不明实力的期待 不能保存遗憾 在里站的后半盘 徒留多余的感慨 却走的好慢 快就怪天气 像曾哭过的酒店银 那些是非对错的下的痕迹 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 爱情 不过是一场无边生命 毫无预警 下了又停 快这场欲读如先怪自己 不过是一场旅行 海底的痕迹 自己的独白 处理 它是一场旅行 锁园 在外面的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会不会 人生来 给我看 那冷冽的环境 抱着别过头 多速着离去 爱你对我 要若去着 为你仰仁刺一对 我的那些 偷懒无语 内情感总算出客气 但是没那 心声风险的 飞向了无私 作诈 所谓自己 多安晚日子 有什么意思 感谢观看 反正那天天上 都忽然裂出善意 是否我们也被 各自翻飞 两点26分 欢迎你继续回来 飞碟电台 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 有意思 我是玛丽 星期五呢 再请大家来分享你的 一周大事 东哥的一周大事 他要上班新偷 随手做的图被马克 拿来当作 IG抛文的封面 皮卡皮卡 爱你被我 要如指尘 你依然认识一对 我的那些 土楼梧 我情感 总算一出客气 要是没了 继续风险 而陪向了无私 做着所谓自己 我爱玩日子 有什么意思 发蓝带这首歌曲叫做闪电 Oh my god 飞了一周大事 明天我要去林口体育馆看魔兽打球 超级期待 Ema的一周大事 Oh my god 好喷钱哦 三颗连在一起的假牙 一颗牙根柱牙 从座要最少九万 升级一颗做直牙 两颗牙套假牙 Total总共要十五万 牙齿没顾好 真的浅浅会喷光光 今天星期几 风和日临 周亮光播也好听 呼召很轻易 收拓着行李在燃剧 看别人双眼离别心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 永远像彩蜜 今晚住在哪里 只按照星期 我决定 天已亮我心在埃及 天已黑微裙在巴黎 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言语 我想去看一眼扎晃的旋律 喝一口饮过的威士忌 如果有人想要爱我 就假装和我相遇 收到了喷浅前 因为到了年底嘛 一月份就过年 朋友就会说 年底好像钱会累得比较多 好开心喔 下个月我就要进账比较多了 我就说那你知道你进账的钱要拿来干嘛吗 他就说要干嘛 是要买什么吗 要干嘛吗 我说你要记得 先留一点钱 过年到了 要包红包喔 他顺着那个心情 从一百 降到零 我要包给爸爸妈妈 我舅妈 舅舅也要一包 我奶奶也要一包 好多包 还有子女都要包 我会决定 天一亮我心在爱气 天一黑微裙在巴黎 荒花世界 每天都要言语 我相聚 看一眼扎黄的雪器 喝一口饮过的威士忌 如果有人想要爱我 周的一周大事是她终于甩开了情绪勒索的暧昧对象了 你是昨天也有在我的IG私讯说的吗 因为昨天 昨天的玛丽 就是说今天又是一事无成的一天 那昨天中午看到了就问大家 那目前为止大家今天过得如何呢 就有人回复我说她要离开那个暧昧对象 应该应该会过得比较好吧 我就跟她说会的 会的 我想去听一场古典的歌曲 穿一圈sassy beginning 如果有人想要爱我 就假装和我相遇 就假装和我相遇 不是日记 初进入境 嗨你好 你好我是孔雀 孔雀你的一周大事是 喂 孔雀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的一周大事是我跟交往九年半的男友分手了 那这个时候我要下的是掌声吗 掌声掌声 对 我今天才知道马克出国 因为他 那念了救世主的留言的时候 以为我要去上心灵成长课 对对对对 然后就很担心我 对对对 因为听说你要花十几万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他 对对对 然后我有努力的 试着理解他 然后继续走 但没有办法走下去 那打这个电话就是 如果可以的 大家听到的人要有警觉一下 希望你们的家人 因为反正他已经不做 因为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嘛 那我就不管他了 但如果是你们的家人 有人邀他去送课程的话 一定要想听办法的足迹这样子 那我想知道 你的前男友想要花十几万上的心灵课程 他想补足他的什么 他就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就是他一直都是精英 他才大胜大 然后后来就 不是走精英之路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办法量解自己 然后他就去上这个课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 有时候理解当小沸沸的快乐 没有办法 他就是会对我说出那种 他以前也蛮废的喔 然后他后来就会对我说出那种 就是觉得我 我为什么不上性啊 就是不努力 你就是一堆烂泥 你这个人间垃圾 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跟他讲说 我为什么不能就是吃饱喝醋 然后躺着这样子 我也没对不起别人啊 有怎么样吗 对 所以那个是有点像激励 激励心灵 激励 我跟你说他们最可怕的事情是 我就要比一些 就是我们所知的一些宗教更可怕 是他也不同离你 就是他站得很远 他就会一直说 没有对也没有错 感觉你的感觉 然后就也没有 就是讲一些很没有重点的东西 对对 言过来说就是废话 就废话 可是我一直说他也没有同理 比如说我们就是去一些 知道东西 比如说你难过 他会跟着你一起哭 我觉得那还比较贴近一些真实 就是就算他们是也是被 也是有一些被 呃 框在那个圈圈里 可是他跟你感受的情绪 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 比较真实的人类 可是进入那个团体 你会感觉到他们 全部人都浮于表面 他们把自己真正的情绪关掉 然后就只是告诉自己说 你已经很厉害咯 你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最正向的样子呢 这种一个 好可怕 对而且他们最恶心的事情就是 他赚了这些钱 还要这些人无偿的去 帮他们再拉人进来赚钱 非常恐怖 对 好 而且我说12万是我搞错金额的 因为我后来去细算 应该要快15万 对 就是他第一阶段是5天要25500 而且他还通膨喔 就是最早这个课程好像是2万2吧 还比那个大学生几经还贵这样 15万 我可以用美凤的凤凰电波与时光逆行 我还可以加闭眼探头 我的天啊 哥哥不用在乎金钱 不用啊 而且重点是他上完这个课 我的假设是如果他人生迷路 但是他上完这一个课之后 他从此就知道方向了 也不乱搞了 我们就想双错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我们的人生 但是他就是继续发疯 就是他进入这个课程中 这个里头有很多脆弱的人 然后也有一些聪明的人 什么是聪明的人呢 就是做真正直销的人 比如说卖一点肥带餐啊 然后卖一些美容的东西 保养的做脸的 甚至就是真正的可怕 也是可怕的聪明人 他就知道这些人都很好拐 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说 你看你选择了我们这个团体 我们这个团体很棒啊 给你温暖啊 什么什么的 那你就会进入 你就会接受他们给你的东西 很恐怖 所以我前男友到最后 我觉得他花了 从精灵成长 然后再被这些人拉进去 然后又浪费到我身上 因为他不是出钱让我去上 所以最少花三十几万吧 就是这一切 而且还在现在进行事 因为他还没有毕业 就是他们还 对他们还有个毕业典礼喔 我想说这有什么好毕业的 我真的希望你这通电话可以 帮助到很多 我希望大家就是 帮助大家身边 哦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很惊人的事情 我有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我好像要 錄一个实境的男女纠察队一班 就是我发现 就是我前男友我们都已经分手 他一直跟我说 他们那个团体中有一个智商 就是心理师 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他聊聊 而且那个人还在教育别人 就是教育的体系里面当辅导师 我就想说一定要先去他 怎么可以误人死地这种人 也可以辅导别人 他相信这种东西 就是我真的是想说好 如果你愿意跟我花 他愿意花他的时间 出来跟我这个没有会跟的人聊聊 我就跟他聊聊 然后再之后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再跟大家会聊 还需要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吗 没有我是想要检举他 就是我想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心理 可是你这个很难真的检举他 怎么无人之地 没有我觉得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有点可怕 是我后来发现他好像真的是心理 对反正没有啦 我觉得我花了两天的时间 然后我人生就是把他一万五千块丢到水里 反正他丢更多在水里 我也没办法 对那就希望大家 顾好自己 多累只能顾好自己 好的 谢谢大家 感谢你的一周大事 拜拜 拜拜 这个社会新鲜人 社会的小沸沸 会有一些需要一些心灵导师 帮助你的地方吗 没有 当然小废物很开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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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对 能夠在一起陪伴那個媚美心彤裡 找自己 躲在我的屋檐後 睡在我的被單裡 聽著四處 踢踢踢 踢踢踢踢 踢踢踢 i 你最故事 voy yo ニ 不要說我dog Howさ Wall 讓我去 N yeah 我最希望能夠再 那個 再一次會把 那个美的时光里 到每次啦啦啦啦 今天在想 哇啦啦啦 今天在想 哇啦啦啦 你会忘记 哇啦啦 我又说我只会 故事乱想 我又跟我说 我只会妄想 哇啦啦 当我去了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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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希望能够再 能够再一次 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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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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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对仔细想想我有点想听赖世保先生唱阿渡的歌感觉很搭 他一定很爱你 2点47分47秒你现在收听的是非联播王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哥哥不在家 说到了演唱会本周也有他的演唱会 应该你想听的都会听的都在里面才对 现在再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Rex的一周大事是他永和的新家要开始装潢了 一瓶的装潢费要快8万 他没有大改格局哦不含家电哦 所以他20瓶的装潢费要喷150万 装潢真的很贵 然后你如果又要自己买家电你又没有什么朋友会送那些入处里 那如果你又要追求一些很漂亮的家电最新的最厉害的哇哦 然后他明天要国考要考不动产经纪人考试 但是你都没有念书要裸考了 打一礼一转接 请问是找那位 哦哦 很妥协 我每天 充满了小店 超直接 敢怒敢言 把我瞎傻眼 你像住在我心 我的马迹 都从无可逻辑 但我懂你 我的马迹 小意更近 总在乎我多过他自己 Hey 高跟鞋配球鞋 That's right 就出门才发现 你失去了直觉 Woo Hey 不怕世界毁灭 反正也无所谓 快乐才是忠词 Oh Oh 你恨的愿 让我每次 多相识与人结 你又以为 让我自信 感受出感觉 你藏着在我心里的马迹 总人的一碎心 执着不心 你的马迹 像一个精语 总在乎我的国胎之间 所有正在听菲利典波网的人 都是我的马迹 收到一周大事 就是本周的马克信箱信四上的正片 然后其中有个段落呢 就是在讨论关于 男生知道我们女生是怎么折卫生棉的吗 就是每一次上厕所要换卫生棉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都是怎么把它折起来吗 就想像那个折法 然后马克就说 应该是左右先往内 然后前后再怎么交叠吧 然后就想说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 你平常也不会看到你的朋友怎么弄卫生棉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马克信箱当中分享说 我怎么卷卫生棉的 我就是一口气卷到底 因为通常撕起来的时候翅膀八层已经烂掉 就翅膀都皱在一起啊 就是像牛肉卷一样 然后呢 再用你接下来要换的卫生棉的外包装 把旧的卫生棉把它卷起来 所以你那个背胶就不会黏在那个垃圾桶上面 打扫的阿姨就不会困扰 但我真的也是因为这一节马克信箱 我才知道原来很多人的折法是 那个卫生棉 那个牛舌柄啊 它会头往中心卷 两边的头都各往中心卷 所以背胶呢 会在中心点的地方 啪 黏在一起 然后再用两旁的翅膀把它折起来 这是我真的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这样折卫生棉的方法 唉 人活到这个时候 还可以发现一些新鲜事物 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还清醒 还清醒 关于何 再次太远去 只剩下可惜 好像对上来一样 已经不伤心 想大的思绪 也已降低 却怀念起恋爱的心情 会依然心动 牵挂 美丽情绪 下一次恋爱 何时会自来 请我慢慢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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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温柔 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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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恋爱 何时会来 想要在某个线 却又不想再自首到上海 流过泪的心情 会明白 我等待默认 把我的心在大 你好 喂 请问你是 我是妮娜 妮娜 你要分享一周大事吗 对 今天是我的25岁生日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然后我是第一次打进来 好紧张喔 25岁的女孩 你今天有想要怎么过生日吗 我今天晚上要跟我朋友 去吃兰相亭 兰相亭 对 它是吃泰式火锅 然后吃到饱 吃到饱的泰式火锅 对 超级好吃 蓝丹 蓝 像亭 蓝相亭 蓝 像亭 蓝 像亭 我刚刚听到是上下的像 蓝相亭 是大象的像 蓝相亭 是对的 大象的像 它是吃到饱喔 我也覺得它是不安點耶 沒有 它是吃到飽 而且它有一些那種就是泰式的點心 什麼摸摸喳喳之類的 喔 有椰汁新米露嗎 欸 好像有耶 尬的 很好吃 我很喜歡泰式 祝你生日快樂唷 好 謝謝 瑪莉我愛你 愛你 謝謝 掰掰 有些心情也只有在戀愛中 才會出現 我都希望明天在感受中 來跟下次戀愛的說話 Oh 我想你愛 Oh Baby You're the one for me Alpha 小雅萱的下一次戀愛 我們待會要進到下一個小時喔 要休息一下囉 下一次戀愛 何時會再來 經過慢慢潮夜 總會溫柔曙光在等待 寂寞的心態就空白 我想別擁抱的食材 下一次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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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會來 想要在某個鞋 卻又不想再自首到傷害 流過淚的心情我會明白 我等待某人把我的心灑 by bwd6